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现在市场上非常火的一款产品 矿源黄乌酸钾 那么这一期我们主要来聊一聊 矿源黄乌酸钾它在使用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使用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矿源黄乌酸钾实际上它的pH值是从8到13之间 也就是说从碱性到强碱性都有这样的一些产品 说白了,矿源黄乌酸钾 首先它在酸性土壤上使用 那么效果是最为明显的 改良土壤或者是促进生根 这一方面是最为突出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咱们很多种植户提到矿源黄乌酸钾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我到底能不能够跟这个化肥一块去使用 实际上矿源黄乌酸钾 由于它自身的生理碱性不能和这个酸性的肥料去进行混用 您比如说像这个硤酸钾可以和这个氯化钾或者是硝酸钾去进行混合使用 这些都可以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 咱们很多种植户在充实这个矿源黄乌酸钾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配合这个微量元素肥 实际上呢 我是不建议咱们朋友们直接去这样子重拾的 如果说是凹核钾的呢 您可以去配合使用 但是呢大部分不建议咱们朋友们去混合使用 这个油土栽培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它受土壤的这个金属离子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尤其是比如种微量元素的一些离子 有一些这个当地这个水源的这个钙离子或者是氓离子就比较超标 那么咱们在配合矿源黄乌酸钾以后呢 就很容易产生这个沉淀虚状物 反而呢会影响咱们这个使用 所以咱们农户呢在购买这个矿源黄乌酸钾 一定要在当地的就是这个水源呢 您稍微做个小实验 看看有没有这个虚状物的一个出现 如果说没有出现 咱们就可以继续去使用了